《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宋文娟 乘入秋天 一早一晚都有少少良意 回顧今早氣溫 市區大概是25至27度 新界普遍是24至26度 而天色方面 在中國東南部天氣挺好的 雲量也比較少 因為這裡有個高空反氣旋 令到空氣下沉 令到雲量也比較少 預料這個情況今天都會持續 所以今天都會看到陽光 但留意在華中有一道廣闊的雲帶 其實是跟一道低壓槽相關 預料跟它相關的雲帶雨帶 會在今晚至明天移近華南沿岸 並且為我們帶來多些趙雨 回到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在德壓槽未到之前 我們的天氣挺好的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是31度 今晚稍後各部地區 會有幾陣趙雨 風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 而展望未來幾天受到德壓槽影響 會有些趙雨 但到下星期中期 當度低壓槽減弱時 陽光又會出來 大家如果想趁這個周末 去做一些戶外活動 今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明天如果要出門 可能要帶一把傘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再見